夜幕降临的小镇 俨然成了恶魔的狩猎场 凡是游荡在世外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幸免于难 一群不鸣所以的外地游客 起初只当这是一句玩笑话 直到警长套出手枪 他们才惊恐又不甘地走进餐厅 随着夜幕逐渐降临 副警长李强关闭了大门 游客们变得更加躁动起来 女司机越重而出 郑重地告诫出声 现在放大家出去还不算晚 唐大婶直接亮起手中的长枪 示意大家好好在位子上待着 接着便再次解释道 自从见到那颗横断的大树起 你们就再也出不去了 游客们忍不住惊讶 你为何知晓咱们的遭遇 唐大婶面色沉重 一番煞有结实的警告 总算镇住了大部分游客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众人的内心再次躁动起来 一名游客猛地站起身 打算出去看看 副警长连忙上前阻止 你这是想要害死大家吗 这位游客也是急了眼 直接拔出警长身上的手枪 既然外面危险 那么咱们一起出去 唐大婶满脸悲愤 只要一开门 在座的各位没人可以存活 可游客到现在 也没看到所谓的危险 示意唐大婶放下武器 否则他就要开枪杀人了 唐大婶确实满脸坚毅 即使你杀了李强 我也不会放下枪 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 李强趁起不备 直接抢下了配枪 直到此刻众人才听到 接到外陆续传来 凄厉的惨叫声 恶魔大屠杀终于开始了 因为白天的时候 部分游客趁乱脱离了大部队 此时并不了解夜幕下的恐怖 小镇居民卷发姐有心想要提醒 忽然两道身影从拐角出现身 男友埃里克拼命将他拉入房间 只见门外的两人面露诡异笑容 不停宁喃着开开门 原来他们便是传说中的恶魔 卷发姐焦急万分 站在窗边大声提醒游客赶紧跑 可惜对方视若无睹 居然还和恶魔亲切握起手来 埃里克不停劝他理智一些 那些人注定无法存活 卷发姐对恶魔的恨意上升到了顶点 如果不是他们 小镇居民的生活 怎么会过得如此凄惨 他只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唯独一对小夫妻旅客还算幸运 他们无意间闯入了镇上的酒吧 门边还挂着一块符咒 几乎不用担心会有恶魔闯入 可惜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禁忌 听到外面的哭喊声 他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开门出去救人 可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听到对方自称来自旅游大坝 男人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房门 茶餐厅的正门口 一位面带笑容的恶魔 缓缓来到大巴旁 略微犹豫一番 他便打开车门走了进去 当里面的灯光亮起 急到人影一闪而视 恶魔这才发现 座位后面居然藏着活人 只见他凝笑着缓缓起身 逐渐越过一排排座椅 总算找到了两位藏身的老者 接着下一个 恶魔露出了本来面目 街道上时不时传乱的凄惨叫声 让小镇居民朱莉越发沉不住气 他的父亲还被困在废墟下 很有可能遭遇恶魔的残害 副警长李强不停地出声宽慰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原地 曾经有无数居民和你一样 咱们必须学会坚强和忍耐 而压在废墟下的正主几母几人 此时也是有苦说不出 这里算不上密闭空间 又没有符咒的保护 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才行 谁知就在此刻 那名昏迷的游客突然醒来 他可不知道恶魔的恐怖 察觉自己被困在废墟下 惊恐的大声呼喊起来 距离最近的九宝不停安慰 老兄你千万别发出声音 可压在身上的重物 几乎让人透顾过起来 忽然忍不住咳嗽几下 一滩鲜血跟着流了出来 这位游客更加紧张了 显然是白天的塌陷 让他的内脏受伤了 时不时发出的痛苦声音 在夜色下显得格外刺耳 九宝更是心中焦急 甚至想磨过去捂住他的嘴巴 可在下一个 因为满脸猙獰的恶魔 便扑了过来 角落里的吉姆 只感觉全身冒着冷汗 而距离不远处的餐厅内 众人更是听得真切无比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朱莉 再次爆发 无论如何她都要救出父亲 唐大神使出全身满力 将其拦在了门口 朱莉只能无奈地瘫倒在地 随即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身旁的游客忍不住动容 这种生离死别的真情流露 可不是谁都能演出来的 而被困在枯井中的警长 好不容易顺着绳索爬出来后 却发现救出自己的 居然是位古兽灵循的老头 警长顿时大惊 不停左顾右盼 想要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处 赫然发现周边墙壁上 固定着好几具死去多时的干尸 只有眼前的老者还吊着一口气 可对方早已没了活下去的勇气 表示自己钻入一个树洞后 便穿越进了恶魔巢穴 他就这样被吊在此处 过了十年生不如死的生活 老人只希望警长能够开枪了结自己 但警长怎么会见死不救 尤其是得知对方也参过军后 想要救人的心思越发强烈了 直接掏出呼呼朝着铁链砸去 忽然外面传来月儿的音乐声 老者脸色骤然一变 招呼警长赶紧离开 那些恶魔会在音乐停止之前现身 警长好奇地左顾右盼 终于发现声音来自一个音乐盒 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启动的 警长却是不管不顾 执意要救走眼前的老者 当他好不容易砸开一边铁链 不远处的音乐也接近了尾声 老者只感觉全身传来巨吞 忍不住弯起腰来 警长连忙上前搀扶 却无意中看到他的手臂皮肤里 居然有无数凸起正在蠕动着 而那位老者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手臂衣挥直接抓住了警长的肩膀 警长费尽力气将其闪开 却发现老人已经没了呼吸 他只好拿起火把 颤颤巍巍地走出时势 可随即他便瞪大了眼睛 想不到这里仍然处于森林之中 在夜色笼罩下 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更别说逃回小镇了 谁知就在这时 一条猎犬凭空出现 几个跳跃来到警长身前 仿佛要给他带路一班 可惜还没跑出去多远 那条猎犬便不见了踪迹 可警长连怒骂的心思都没有 只见他快速扑灭手中火把 接着便蜷缩在一个大树后面 树林深处正有几只恶魔向这边走来 警长不停默念 你看不见我 逗大的汉珠从额头低落 也许是护服的作用 这群恶魔果然没有察觉到警长的存在 和他同样胆战心惊的 还有刚刚逃出恶魔巢穴的奇怪男马克和贝莎 眼看在天黑之前无法赶回小镇 马克却是从容淡定 带着贝莎穿梭一段距离后 居然来到一辆废弃卡车附近 熟练地打开火箱门 两个人快速钻了进去 想不到这里居然是马克藏身的据点之一 里面不但有电灯照明 甚至还有一些过气的食物 马克叮嘱贝莎 只要躲在里面保持安静 应该不会招惹到恐怖恶魔 被杀却是满脸疑惑 你怎么会在野外准备这些东西 马克告诉他 自己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带他来过这里 日积月累之下 自然储存了不少物资 两人说话间 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 紧接着大门被人推开 居然是警长逃到了这里 他的身上还有一块护符 看样子今晚可以安然无忧了 忽然不远处又有一道人影大喊着救命 只见男子身后正跟着好几只恶魔 他们也来不及考虑 拼命招呼对方赶紧进来 总算在恶魔之上之前 关上了货车大门 这位男子也是命大 居然是来自镇上的旅游大巴车 之前还做过噩梦 强行让大巴停下 也算是变相救了所有人 察觉到埃尔金没有恶意后 众人便开始自顾自地做起事来 警长自然是包扎奇怪老者造成的伤口 而马克则是习惯性地写写画画 他说自己经常会在梦中看到奇怪东西 于是便将他们记录下来 防止哪一天遗忘了 让警长和被杀目瞪口呆的事 画上的内容居然全部成为现实 不知不觉中 阴抹阳光透过门缝照了进来 他们总算迎来了黎明 茶餐厅中的收音机再次响起 熬了一宿的乘客难免有些疲惫 只有朱莉最先反应过来 恐无的黑夜总算过去了 明还以最快的速度冲出餐馆 转眼间便来到父亲所在的废墟旁 怀着几分忐忑和期待 不停喊着爸爸 而躺在废墟下的寂寞 仿佛感受到了召唤 突然睁开双眼 艰难地做出回应 众人清理废墟 只有少数人发现 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尸体 女司机则是本能地回到大巴车内 星红艳丽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目 而在大巴的后排座位旁 两名老人的尸体散落异地 另一边走出货车的被杀 无意间从阿尔金口中得知 餐厅旁边的房屋倒塌了 他立刻意识到 对方说的就是自己家 于是飞快朝着小镇方向跑去 警长刚刚准备追上去 却发现自己的皮肤表层 居然有几条明显的突起在蠕动 他的心中忍不住大海 难道是被那位老者抓伤后感染了 以上就是梦魇绝阵第二季的第二期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